大家好 那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那大家可以叫TwentyOne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主要的目的就是跟大家介紹說 欸我怎麼透過10分鐘 就算我換到一台全新的電腦 一台全新的Mac電腦 那我怎麼10分鐘就把我原本所有電腦的設定 都拉到這台電腦上 真的是只要10分鐘就好 那今天呢 就來介紹一個工具給你們 那就是Homebrew 那Homebrew是什麼呢 Homebrew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套件管理工具 套件管理工具呢 它是for mac的 那就像我們可能安裝notion啊 安裝obsidian 這種東西 我們可能都透過他們的官方網站下載嘛 那其實Homebrew可以透過它的一些特殊指令 可以透過Homebrew來下載 那這樣之後呢 這個工具它就會把它輸出成一個 我總共有安裝到哪些軟體在這個電腦上 的一個list 就是一個清單 然後說NU安裝了一些東西 那我可以把這個清單呢 再匯出給另外一台電腦 那這個清單就是叫做brewfile 那brewfile就是這個清單 把這個清單匯出給另外一台電腦之後 這台電腦透過這個brewfile 也就是這個清單 重新下載所有的軟體 那就是我快速打到 快速下載好所有的軟體在一台 全新的Mac電腦上 Homebrew跟brewfile的功能就不多說了 因為我就把它附上我的blog連結 大家要詳細了解是什麼 可以過去看這樣子 那我就直接透過實戰演練吧 那現在給大家看到說 現在可以看到這個螢幕是一台全新的Mac電腦 沒錯我重慣了 那全新的一台Mac電腦呢 然後我現在就打開Safari嘛 大家...呃... 我把它指定都打在一個我的Github上面 那大家可以打我的名字 21BreakingCode 然後可以打Github 然後這邊...呃... 就可以看到還是有很多嘛 那其實我們這邊就可以打一個MacInit 可以看到說打一個MacInit 然後就看到有一個這個東西 當你點進來這邊就看到我的這個部分了 那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個就可以說installbrew installbrew就是我剛剛說的套件光臨工具 我們去install那個brewfile 那這個要怎麼install呢 首先我們可以先到控制中心那邊 然後到搜尋這邊呢打terminal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終端機出現 我就把它點開來 然後看到說 誒這邊就有一個全新的終端機了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複製這個 這邊有一個複製的按鈕 複製這個指令 然後跳回來這邊 我們就貼上 直接把它按Enter就好 可以看到說 誒它現在要我們打密碼嘛 因為我們要下載東西 所以需要授權 好 然後現在就是在繼續下載 我們就按Enter 繼續讓它下載 好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誒花了一點時間 不過它還是順利安裝完成的 那我們要怎麼檢查 它有沒有成功呢 我們就可以打一個brew doctor doctor 誒 可以看到說 誒為什麼 他說 簡單來講呢 這行就是說 我沒有這行 我沒有這個指令 那其實呢 這是因為 我們還是需要告訴 這個叫終端機嘛 我們還是需要告訴終端機說 我現在有這個工具了 那要怎麼告訴這個終端機呢 我們要打上這個指令 這個指令到時候 我也一起更新在我的這個網頁好了 打上這個export pass 然後opt 這個homebrew 這邊 這知道時候我也一起更新 打上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打brew doctor 誒然後就可以看到說 誒 your system is ready to brew 代表說 誒我已經安裝成功了 怎麼說呢 因為我只要打brewlist 就代表說 我要列出我這個 透過這個 homebrew安裝的 軟體有哪一些 可以看到說 誒那現在就是沒有嘛 好那我們先 先實驗性的看看說 好那我現在想安裝 呃notion好了 我就可以打關鍵字 homebrew install notion 通常第一個吊塑網頁就是了 可以看到說 誒這邊有一個指令嘛 這邊也可以給我們複製 然後就這邊貼上 那我在 貼...呃... 輸入前 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現在是打算安裝notion的 那現在這邊沒有嘛 我們就可以從這邊 直接安裝 好看到說 誒現在就安裝往前了嘛 就說notion was successfully installed 那這邊我就可以再回去 我們的控制台中心 誒就看到說 notion是成功安裝的了 那如果我們可以看 這個東西的清單有沒有成功顯示呢 誒就可以看到 誒有一個cask然後notion 代表說我有成功安裝了 好 那 這就是以上透過homebrew來安裝軟體的 一個...教學 所以之後我們可能想要安裝什麼 嗯...軟體啊 其實都可以盡量的 就去從homebrew的這邊 來去找說我想安裝什麼軟體 像我可能想... 又想安裝opsidian嘛 誒opsidian也有 那可能大家也知道有一個xmine嘛 就是一些筆記工具 誒那就可以看到說 誒這邊都有 那其實我都可以透過這邊安裝 到時候 brew list的時候都可以看到 誒其實他都有安裝 那... 這個東西就是... 呃... 我們的清單 我們有哪些東西的清單 好 那這邊就是homebrew的一個小介紹 好 那第二階段呢 我們就來介紹什麼是brew file 那brew file呢 就是說我剛剛要把那個清單嘛 這個清單 所謂的清單列出來 那brew file要怎麼做呢 其實就是打... brew...bundle...dump 當我們打完brew bundle dump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在... 呃... ls是一個... 呃... 大家可以稍微記一下這個指令 ls就是一個... 列出當前的這個目錄有哪一些... 有哪一些...檔案 那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brew file 然後我們這邊都要打cat 沒錯...貓咪 我們就打brew file 然後其實也不用全部打完 它只要有偵測到... 你有相關的名字 我們再按一個tap鍵 誒... 可以看到說它已經自動偵測嘛 brew file 那我可以看到說 誒... 在它內容裡面呢 就有這個... bundle 就加上這個notion 這個notion就是我剛剛安裝的那個東西嘛 大家有發現嗎 這邊等於就是說 誒... 這就是我的清單了 那其實... 如果大家不習慣的話 其實也可以再打open open 然後一個... 空白鍵 然後點 然後看到... 誒... 我剛剛打brew bundle的地方 就有一個brew file了 那brew file呢... 這可以開嗎 看一下喔... 喔可以 你可以看到說... 這可以放到嗎 大家可以看到說... 誒...其實... brew file裡面就... 就有我剛剛的清單 那其實這個東西呢 只要再把這東西丟到其他電腦 然後我們打所謂的... 呃... 我想一下喔... 像... 我現在做的操作好了 我剛剛安裝notion嘛 那我現在就... uninstall... notion 然後還有一個kask kask notion 誒... 沒錯 大家看到說... 誒...notion被我... uninstall掉了 就是... 卸載掉了 好...那我現在重新打brew list嘛 看到說... 誒... 它現在其實... 這邊就什麼... 代表說我什麼軟體都沒有安裝嘛 但是我可以透過我剛剛的brew file嘛 這個東西的brew file 大家可以看到... 誒...其實還在... 好...這樣看好了... 太多了... ls... 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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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或是我這樣打... ls... l... 會看到說... 誒...有一個brew file 這個brew file呢... 就會是我們剛剛有安裝的東西 可以... 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還有包括安裝notion嘛 那假如說... 好... 這假如說... 這已經是我的... 從其他電腦... 下載過來的東西了 我現在要下載這個notion 然後我不用在手動一個一個... 把所有的軟體安裝的話... 我要怎麼打呢... 我們就打... brew... bundle... 然後我們就指定一個檔... 要打這個... file的flag... 然後打等於... 然後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打一個... brew file... brew file... brew... file... 這樣子... 我們去指定他檔案的... 路徑的位置... 誒... 然後就看到說... 誒... 他其實現在就是... 就在去讀... 這個brew file裡面的檔案 然後去... 安裝notion了... 可以看到說... 誒... 我已經... 呃... 把它... 綁定完成了... 也就是說我已經下載了兩個... 兩個... 安裝包在你的brew... 在這台電腦的brew 裡面了... 然後現在就等於是... 預期說... 誒... 我要看到... 我有notion在這台電腦上面... 可以看到說... 誒... 沒錯... 它又成功安裝回來了... 所以大家可以從這邊... 就了解到說... 這個brew file呢... 就會是我們的... 安裝的清單... 透過這個... brew的套件... 管理工具... 來安裝清單... 好... 那現在就要來示範一下... 我先把... 我所有的... brew... uninstall... 我現在就要來... 給大家看一下說... 誒... 我現在都把我的... 所有的... 每一次我只要有更新軟體... 我就會... 更新我的brew file... 然後push到這個... 檔案裡面... 大家會看到說... 誒... 其實有很多東西嘛... 那這東西呢... 就是... 就會是... 呃... 我每次... 當我每次換到新的電腦... 或者是虛擬機的時候... 我可以直接快速的... 透過這些東西安裝... 那... 最簡單的方式呢... 就會是... 到這邊... magnin嘛... 這邊有個code... 有個綠色的鍵... 我們可以有一個... 下載... download zip... 就把它允許下載下來... 然後我們再去到我們的finder... 這邊有一個... 下的項目嘛... 我們就有一個... 這個東西... 可以看到沒有... .mv... 也就是說... 在這個... 安裝包... 這個... 這個... folder裡面呢... 也就是這個東西... the.env裡面... .env... 裡面... 有一個brew file... 誒... 那這就是我想像的東西嘛... 對不對... 我剛剛說的... 好... 那重新打開terminal... 那下載項目在哪裡呢... 其實你每次打開新的terminal之後... 我們都可以看到說... 有一個download在這邊... 那我們只要... 進入那個download... download... 剛剛我說的嘛... download tab... 看到說... 誒... 它還是要... 因為這是全線掉... 所以要有全線嘛... 可以看到說... 誒... 現在... magnet的確在裡面了... 那我再一樣... 沒錯... 繼續進入這邊... 看到說... 誒... 沒錯... 還有一個... .env嘛... 就是我們要... 一層一層的進去... 好... 然後... 現在來看... 誒... 就我剛剛... 我說的... blue file了... 好... 那我現在就是要來... 指定說... 要安裝我的blue file嘛... 那我先確認... 這個blue file... 這個blue file裡面... 有沒有剛剛... 那些所有的軟體... 誒... 很多... 我... 其他電腦有的軟體... 像是... Python啊... Git啊... 或是... 一些字體啊... 然後... 像Docker啊... 然後... Brave... 瀏覽器啊... 這些東西... Obsidian啊... Raycast... Rectangle... 這些... 都在裡面... 那好... 我現在既然知道... 我的blue file有這些東西了... 那我現在就要... 就要來安裝嘛... 所以我就... blue... bundle... 然後... file... 去指定... 一個... blue file... file... 然後... 這樣就安裝... 沒錯... 他就現在就開始安裝所有的... 呃... 在這個... 清單裡面有的套件...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給他時間來去安裝... 好... 大家這邊就會看到說... 誒... 我透過homeblue安裝完了... 有沒有看到說... 誒... 這邊就把所有的... 軟體都安裝完了... 然後... 這邊就可以會顯示說... homeblue bundle complete... 然後... 已經安裝了44個相關的套件... 好... 那我們現在就... 特別... 把它縮小... 為了讓大家看到... 我沒有... 呃... 去做... 如果採檢的動作... 最後去做加速的動作... 也就是說呢... 其實... 呃... 再透過這套方式去... 整個... 重新的... 在新的電腦上做... 原本電腦的設定... 其實... 最花時間的地方在哪裡... 是在下載這些軟體... 而不是... 在一個一個... 把這些軟體... 都拿出來... 然後重新用手... 手動下載這樣... 所以呢... 其實我們只要有準備好... 這個所謂的... brew file... 這個所謂的... brew file... 然後把它... 拉到新的電腦上面... 然後... 我們就可以... 直接透過它安裝...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喝杯咖啡啊... 什麼的... 然後就可以... 欸... 開心的... 我就把它... 打開我的... 控制中心... 可以看到說... 欸... 大家有沒有看到... 剛剛原本從... 很... 什麼都沒有... 全新的電腦到現在... 已經連Chrome啊... Arc啊... Brief Browser啊... 然後這些小工具都有了... 那這些小工具是什麼呢... 啊... 我之後也會... 呃... 寫幾篇文章來介紹這些不同... 呃... 我覺得最好用的前幾名這樣子... 給大家... 好...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或是前面字太小什麼的... 都可以在... 呃... 底下視訊留言... 跟我說... 或是直接... 呃... 我們可以直接到一個網頁... 把21... slash... 然後BreakingCode... 點.com... 所以看到說... 欸... 有我的網站... 那這邊也有支援中文... 我們可以到這邊... 然後有一個...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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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更多關於我的事情... 那在關於我裡面這邊呢... 有一個寄信給我... 如果有問題也可以直接... 直接寄信給我... 當然如果你要... 呃... 匿名跟我講話也可以... 那... 期待我怎麼回覆... 怎麼回覆... 也可以在裡面去提到說... 我希望我怎麼回覆你這樣... 那要嘛寄信給我... 要嘛聯絡我... 這樣我也可以直接... 如果我沒有在YouTube下面看到的話... 你可以直接寄信給我... 我就是在回應你的問題這樣子... 好... 那一項就是... 呃... HomeBrew... 我們透過HomeBrew這個套件關聯工具... 然後把它的清單... 呃... 印出來... 也就是那個所有的Brew file... Brew file印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新的電腦上... 快速的去把所有的... 軟體都安裝好了... 好... 那... 呃... 這邊就是... TwentyOne Pre-Incom的頻道... 希望這個... 小工具介紹... 有幫助到你們...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